莎莎很喜欢小动物,她爸爸买了一只小狗给她,妈妈买了一缸金鱼给她,她自己也存钱买了一对鹦鹉来饲养。 莎莎每天放学回来都很忙,她给小狗洗澡,喂她食物,还抱抱她,她还要喂金鱼,有的时候还要换水,另外还要喂鹦鹉,并且清洁鸟笼,等忙完了这些事,她才做功课。 可是因为花太多的时间在动物上面,所以她的功课就做得很马虎。 有一天,阿姨送了一只小白兔给莎莎,莎莎好高兴好高兴哦,她准备做完功课以后要给小白兔做一个小房子。 当她做完功课去看小白兔的时候,却发现弟弟在摸小白兔。 不要摸我的小白兔。 哎呀,给人家摸一下又有什么关系呢? 不行就是不行,哎呀,走开啊。 什么事啊,弟弟? 弟弟把我推走。 莎莎,你怎么把弟弟推倒呢? 谁叫他要摸我的小白兔? 莎莎,你心里只有那些动物,只有动物才重要,你连弟弟都不理了,这是不对的哦。 喜欢动物很好,可是如果你只顾小动物不顾弟弟,也不顾你的功课,那我就不让你养小动物咯。 妈,我知道错了,不会把我的缺点改过来。 字幕志愿者